要改變他的心態 放下他的威權的心態 放下他的身段 好好的跟在野黨 跟公民團體 跟公民社會對話 而且要必須進行民主式的協商 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解決 我們現在台灣所面對的問題 雲丹這天 到英哥參觀豪辭工榜的蔡英文 呼籲馬總統要多聽聽人民的聲音 沒想到和熱情民眾合照時 還意外發生了這段插曲 民眾披馬挺賽的正番心聲 也正凸顯了對馬執政的不滿 民視新聞綜合報導 而今天的元旦升級典禮很不一樣